大家好,我是HKAndroid中文資訊網 接下來的教學是教大家如何用手上的Samsung Galaxy S3 首先進入設定中 然後拉到最底,有一個開發人員選項 然後這裡有USB精錯,先選取它 然後按確定 接著就可以關機了 關機後,我們先插連接好電腦的USB線 然後按著音量減 那麼,HOME鍵和POWER 按緊它三個鍵 我們進入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選擇音量UP 然後按進入 再按進入 這樣就看到這個綠色的Android公仔 然後我們可以看電腦 打開我們剛才在網上提供的傻瓜包 裡面有一個叫ODIM3的Folder 然後再開啟這個程式 然後再開啟這個程式 開啟了這個程式之後 我們選擇這個PDA 然後裡面有一個刷機的資料 CFWOOD SGS3 V6.0 開啟之後呢,按START 就會開始刷機 完成了之後呢 然後手機就會自己重新 開啟了 你就會見到已經有Super Shure 還有這個刷機包裏已經包含CWM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再令我去刷 今天隔壁到現在為止,多謝